分社前一天吃什么 哈喽大家好 因为我们需要要开学了嘛 所以呢 又要封校一周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自由的日子 所以我就又出来了 出来直奔这个乐乐茶 因为我想喝这个绿舌头 新品想喝好久了 终于买 我们看这个绿舌头 短短 然后我就来一家日料店 来吃饭了 点了一个这个鳗鱼饭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然后还有这个必点的海藻丝 这个饭里面有萝卜 然后还有烤鲜鱼 还有这种蛋丝 还有那种蟹肉 感觉料还挺丰富的 可能因为是工作日的原因 现在整个店里就我一个人 特别冷心 但是这个饭却还挺不错的 其实这家店主要是吃那种 三文鱼刺生那种的 但是我不太敢吃生的东西 所以我就没有点 我就点了这个饭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点了一串这个烤章鱼 然后这个是烤扇贝还是啥 忘记叫啥名了 一人食日常 然后吃完饭又买了一杯瑞幸的新品 叫什么金贵浓井拿铁 你们看这里还有一束花呢 好漂亮 其实今天我本来一出来 就是想买这个新品的 但是呢我点特别备 就是在我们学校门口就有一家瑞幸嘛 但是那时候就是 好像停水了 然后就点不了单 所以我就转站去那个印象城喝绿舌头了 这个是那个什么玫瑰路卡农 我之前吃过那个柚子芝士路卡农 我觉得那个还挺不错的 所以今天就想尝一下这个看咋样 真的太热了 你们忽略我衣服上面的汗吧 嘿嘿 我感觉这个玫瑰路卡农 没有那个柚子芝士的好吃 我觉得这个太甜了 有点厚甜的那种 不太推荐 如果你们要买的话 我推荐你们去买那个柚子芝士的 超市居然都已经有月饼卖了 然后再来好特卖囤典饮料 买了超级多 毕竟得封一周呢 回来之后我又买了一杯超大杯的宁静 因为下次喝就不知道是啥收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大家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见